好了,很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听我讲中西的人民精神 现在我讲的就是宗教精神 我讲宗教精神这几集的内容 我现在大约重温一下 接着就继续讲今天要讲的内容 首先讲宗教精神最主要是讲这个 近代西方文化,由文艺复兴之后开始 西方文化精神的发展 慢慢由神发展到人,再发展到物质 文化精神的发展是向下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西方的由文艺复兴开始 是一种反中古宗教精神开始 所以这个是由中古的宗教精神开始 一直发展到 由神讲到人 然后由人讲到人的理性 生物本能,再下降到物质 说到遗物 所以这是一个思想的下降 就是整体这个近代文化是一个思想的下降 所以现在为什么要讲宗教精神呢? 就是想讲未来文化的方向 一定要回归宗教 要重新将人的精神向上提升 不可以再向下了 这个再向下呢 这个就是会走向虚无 这个 所以如果要挽救人类的命运 就要重新再讲 这个宗教精神 令人的精神再向上提升 这个是一个文化发展的大方向 就是无论中国或西方都是 这个发展到今天 就变成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 这个所谓唯物主义就是着重物质 所以我们要重新提升人的精神 所以要重新讲这个宗教精神 但是现在我们也讲过 就是所讲的所谓宗教精神 是讲一个所谓真正的宗教精神 而不是一种流逐的宗教精神 那什么叫真正的宗教精神呢? 就是 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讲宗教精神 就是讲一种 就是我们想要神爱我们 我们想要这个救主赐恩给我们 或者我们想 这个 我们这个 能够得到蒙恩得救 或者我们只要求神的时候 神就会令我们得到幸福等等 这种这样的信仰 这样的宗教 这个就叫做所谓流逐的宗教精神 这个是第二异的宗教精神 这种宗教精神是比较功利的 动机是比较功利的 从实用功利的动机进入宗教 就不是讲这种这样的宗教精神 所谓真正的宗教精神 我们是要很深切肯定人生苦罪的存在 我们要觉得我们是人生在苦罪之中 但是我们想要去除苦罪 但是我们觉得能力有限 我们有个忏悔的心 有个悲闻的心 但是我们又觉得能力有限 所以我们就会愿意接受一个超越的精神力量 令到人可以重新再从事道德文化实践的精神 这种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精神 所以真正的宗教精神 首先不是讲什么福报 不是说你求什么就得到什么 而是你要深感人生是有苦罪 而你觉得很无奈 你想去除苦罪 但是你觉得很无奈 要靠一个超越的意志 所以你会觉得人是渺小的 这样才讲到真正的宗教精神 所以这种宗教精神的问题在于 和近代精神是互相违背的 所以这个人 现代人是比较难去了解一个真正的宗教精神 为什么说他和近代精神相违背呢 因为你刚才都讲过 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 是慢慢觉得这个人的能力是越来越大的 就是由反宗古的宗教开始 反宗古的宗教开始 慢慢将人的自然生命力量释放 觉得人就觉得自己的力量 自然生命的力量是越来越大的 人能够在地上建立一个人国 比美这个天国 人是可以和上帝竞赛 因为我们看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 这个宗教改革之后 发现人原来可以去到世界各个地方 可以征服不同地方的人 征服世界 我们天文学可以说到天上一个无限的宇宙 物理、化学、生物学 令人相当了解这个大自然 令人觉得可以征服自然 农业、工业、医学 令人可以改变这个动静物 可以治疗很多的疾病 而延长很多的寿命 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 令到这个社会越来越完善 令到这个社会可以一路向前进 所以近代文化是很乐观地相信人 是会不断进步的 人的能力是越来越大的 这样的一种信念 又怎会和这个宗教精神 这种刚才所说的真正的宗教精神配合呢 因为所谓真正的宗教精神 是要我们觉得自己渺小 觉得人是渺小 人是一种痛苦里面 人有种苦罪是自己不能够解决 不能够化脆才能够讲到 但是现在我们近代的文化精神 是觉得整个宇宙 整个人类都在这儿进化 所以根本是不需要去讲这种宗教精神 所以整个的宗教精神 和近代西方文化的生命程 是完全相违反的 所以要令现代人 或者受近代西方文化影响的人 明白什么叫宗教精神 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做到今时今日 现在其实是有一个时机的 这个时机就是因为 到了二十世纪之后 这个世界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 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所以人发现原来并不是真的能够掌握到人自己的命运 这种人的乐观自信开始受到动摇了 这个两次世界大战 这个两次世界大战 发现原来人 不一定可以安排自己的命运 科学和工业文明未必一定有用 未必一定能够解决到人类的问题 所以我们发现近代文化里面的科学文明 工业文明 或者政治经济学等等 发展出很多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理论 又有国际法庭 又有联合国 又有其他国际组织 能不能够解决到这个人类的问题 令到人类真的建立到一个地上的天国 我们发现原来人在这方面 并不是真正能够解决到这些问题 人并不能够真正透过社会科学知识 透过军事政治法律 各种不同的主义 各种不同的文化知识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社会上这种冲突的问题 这个战争依然会随时爆发 这样我们就发现原来人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文化精神的问题 一个文化精神的问题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去解决的 这个 利用人的知识 来去解决 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看到科学文明很进步 尤其是上次讲到 有些国家 其实文化的发展是非常之伟大的 发展得很好 发展得很多 很精彩 上次讲到德国和俄国 德国和俄国的科学 哲学文学艺术各方面 都表现出很多的精彩 发展出很多的天才的科学家 哲学家 私人 音乐家 艺术家 等等 他们的整个文化发展出很精彩 也有很多政治家英雄 革命家 可歌可忧 但是问题是他们现在这种 这样的近代文化 或者他们这些国家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 是一种向外 自我表现 枉而不反的一种生命精神 因为他们的生命力非常之澎湃 非常之空洞 向外 来表现 所以表现出一种狂热 表现出一种兴奋 但是这样的一种精神 只可以令人的精神提起 而不能够放下 这样的精神 令人不能够很安定 很舒泰 就是因为这种精神 就是一种对外 向外 要求自我表现 结果变成一种 想要控制世界的一种 权力欲 所以他们这些国家 德国和俄国 固然有很多很精彩的文化表现 也是透过他们的天才和英雄 行事之中 看到有这种权力欲 在英雄的何歌可入的时跡之中 是有权力欲 是有权力欲在内 而他们是不自觉的 而这些人物 他们有权力欲 他们之所以有权力欲 除了是因为他们一种自我的生命 要求向外表现 而产生权力欲之外 其实同时 亦都有一些外在间接的原因 就是因为 在社会上 广大的民众 都有这种向外膨胀的野心 结果就是这些天才的英雄 就是只有一个人 其实是不成事的 这些天才和英雄 尤其是这些政治家 革命家 只有他一个人 是不成事的 他还需要这个社会大众都支持 这种支持 这种支持就是因为 社会上的人 都有一个向外膨胀的野心 那结果就是这些天才的英雄 和这些广大的民众的英雄 意志不谋而合 互相促进 这样就令到这个权力欲 产生 而且是变得很大 这个 大起来 它的影响就是令到这个世界 有很多不同的战争出现 有很多革命 社会上的斗争 是不断地出现 就是因为这种精神原因 就是因为有这种权力欲 这种精神原因 这种文化精神 这个文化精神的问题 如果你不去解决它的话 无论你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 多有成就 无论你的社会组织多么科学化 多么严密 你的文化发展多么进步 你的理想多么高超 口号 喊得多么好听也好 你的经济多么发达 或者社会福利多么充足也好 人类仍然都是随时可能会有战争出现 人类仍然互相受视 互相排斥 互相毁灭 科学越发达 工业越文明 武器越精良 人的毁灭的可能性就越大 人类仍然是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人 你的科学工业很发达 你以为你对这个世界有办法 但是到最后 原来这个办法就是 你用科学文明 工业文明 来摧毁人类自己 这个最后的办法 原来就是所谓同归于尽 所以问题的精洁 其实就是在于 人以为自己有办法 而不知道 其实人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 你看看这些天才英雄 西方的天才英雄 阿力山大 拿破仑 希特拉 史大林 等等 这些人物 他们都以为自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以为有办法去对付这个世界 结果这些人都成为这个世界的和根 令到这个世界充满着战争 真正的圣洁 真正的圣洁 其实是谦卑的 是自觉不足的 孔子 是不会称自己为圣人的 孔子一生都是在盖叹之中 就是觉得对世界没有办法 耶稣 耶稣 释迦 都只是有无穷的悲测 自愿为人子 自愿入地獄 对现实世界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这些人才是人类的救星 那些自以为有办法的人 其实是不自量力 他们没有一种谦卑的精神 他们有的只是一种盲目的权力意志 他们只是挑起一些跟从者 其他人 廣大群众的权力意志 的斗争情绪 然后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 这个权力欲 其实这个源头很远 这个权力欲可以说 由亚当开始已经有人类的权力欲 所以我们叫做圆罪 佛教叫做无名 圆圆流畅 我们人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很争切 反省到这个圆罪 因为人有权力欲 所以这个人类就有很多不同的财富的争夺 领土的争夺 政权的争夺 或者制度的争夺 我们就会出现到 这个很多不同的争夺的形态 我们讲这个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共产主义 极权主义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近代西方文化里面 权力意志 不同的表现形态 表面上看上来 资本主义是追求财富 增加这个物质享受 社会主义就是讲这个平均分配 令到人类的财富 人类的平等 可以天下太平 人道主义就认为 共产主义国家 应该是没有贪欲的 很好的 这个 但是这些这样的看法 其实是很浅薄 很天真 很幼稚 因为其实这些所谓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这些不同主义所讲的内容 表面看 好像在说一些追求好的东西 那样 但是其实 真正支配西方文化精神的 其实是权力意志 你如果不了解 权力意志 就不了解西方文化的病根在哪里 你如果知道西方文化的病根 你就知道 只是靠这个军事 政治 经济 国际法庭 联合国 或者科学工业的文明 这些这样的知识 这些这样的力量 是不足以去解决人类的问题 人类仍然都随时是会毁灭的 现代人的生活 是生活在这个现代文明之中 我们的物质享受提高了很多 我们的科学 科技发展 日新月异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无条件 赞美或者崇拜西方的科学文明 而且相信这个文明 是会直线进步的 我们现代人 这个科技发展很多 正正这些就是令我们相信人类会进步 但是其实 现代人 我们应该要回头 承认西方文化的文明 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极大的罪恶 是令到人类随时会毁灭 我们承认人 自己有罪恶 这个就是宗教精神 真正的宗教精神 就是承认自己有罪 承认全人类有罪 这个罪 在西方文化里面说 就是人类的权力意志 这个权力意志 不是只有西方人才有的 而且也不是只有西方人才有罪 不可以这样说 中国人 印度人 都有罪 在西方文化的权力意志的膨胀的过程里面 我们没有抵抗权力意志 我们愿意做这个资本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奴隶 这些都是罪 我们愿意去信从 去迎接权力意志 甚至自愿加入 要求分享这个权力 这些都是罪 我们人类 在现代世界里面 如果不能形成一种宗教道德精神 去感化人 去顺服人的野心 去顺服人的权力欲 就是人的罪 所以要承认有罪 要承认人是有限 承认人 对这个世界 其实是无办法的 所以这个呢 这一种才是现代人 应该有的 一种谦卑的宗教精神 我们人本着这种 谦卑的宗教精神 加以反省 我们要检查一下 在我们自己的人格里面 是否有罪呢 在我们自己的民族里面 是否有罪呢 整个的人类 是否有罪呢 好 接着呢 我们自己要忏悔了 自己忏悔之余 我们又要帮人去忏悔了 这种精神才是挽救人类 免于毁灭的唯一道路 你只要自认自己有罪 你肯去忏悔 无论你信不信神 神已经开始展现在你面前 因为你认罪忏悔 就是说你已经有一种 超越这个罪的精神 你肯认罪 你就是有一种超越罪的精神 你有这种超越罪的精神 就是有一种超越罪的意志和力量 这个就开始了 这种超越罪的精神开始 这种超越的意志和力量就开始了 所谓神 其实就是指这种超越的意志和力量 这个时候 人就开始对自己有办法了 当你肯认罪 肯去忏悔 你这种认罪忏悔 越深 精神意志就会显得越大 当我们知道原来人的罪是无限的 人类的罪是无限的 你愿意承认 和愿意 这个负担的罪 都是无限的 所以原则上 人忏悔的深度 是可以无限的 即是说 这种超越的精神意志力量 是可以无限的 即是说 神是可以无限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认罪忏悔的深度 来证明神的无限性 不一定要从这个创造物质世界那里说 这个 所以呢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罪的忏悔 来证明神的存在 很多现在的神学的讨论 就是很多时候 用不同的方法 去证明神的存在 因为其实是很难的 这个 所以唐先生的文章 正正认为 我们要证明神的存在 其实是不能够离开 这个 对罪的忏悔 我们只要对罪 承认和忏悔 神就显然 人就能够接上这个神 人如果不承认人有罪 不承认这个现代文化有罪 现代文化的战争 始终都会毁灭人类 但是如果我们肯承认人有罪 承认现代文化有罪 人的罪 就不能够 人的罪就是不能够用化 或者不能够化碎 人的权力意志 我们无法指这个 化除人的权力意志 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是罪 我们就知道如何去除这个罪的方法 这样 我们知道这个是罪 我们知道 人是要去除这个罪的时候 这种就是所谓的谦卑的宗教精神 因为人的谦卑 我们就可以沉下来 来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生命 这样才能够智障出智慧 我们能够谦卑 才能够容纳到其他人 能够互相包容 互相有情 互相感同 人才开始有人爱 这样人才能和平相处 而不持相残杀 所以这个宗教家 无论他说上帝好 说佛祖好 都是 用来对照人的渺小 叫人去谦卑 令到爱和慈悲 在人心里面滋长 这些就是宗教的精神价值 所以在人类文化里面 是不能够没有这个宗教的 因为人的生命里面 又盲目冲动 又权力而知 这些权力而知 是会随时出现的 只有宗教的谦卑 超越的精神而知 在这个对照底下 你才能够见得到 这个权力而知何时出现 然后我们就去超越它 所以这个真正的宗教精神 就是这种谦卑的精神 这种谦卑的精神 在宗教里面表现得最充分的就是基督教和佛教 刚才说过 宗教精神就是这个 谦卑宽宏 大公无私 我们要超越这个民族国家 要超越阶级界限 要超越政治 超越功利的动机 这个 所以我们看回基督教的发展 这个 它由宗教到政治 到分不同的教派到正统等等 这些基督教的发展 可以说是一种堕落 这个 结果 共产主义 就拿了一部分基督教的内容 例如这个平等的观念 无国界的观念 或者这个 政教统一 等等这些观念 这个 变成这个共产主义的内容 连这个残杀异端 都学了这个 后期基督教的做法 这个 残杀异端 其实是为了统一正教 这种精神 与原始基督教 其实是相反的 原始基督教精神 其实没有残杀异端 这种精神 这个是权力欲 利用了宗教的名义 来去做的罪恶 所以 共产主义 它都想做到这个正教统一 这个 这种说法 其实就是一种 偏黑的唯物主义 这个 共产主义 讲唯物 它就想做到这个 这个 全部都唯物 这个 不能够容纳人类有其他文化 真正的宗教精神 是不会这样的 真正的宗教精神 是无所不包的 这个 这个 真正的神 是不会跟人类的文化精神为敌的 这个 但是俄国共产主义的罪恶 就是一种偏黑的 一种唯物主义 因为俄国就是由斯拉夫民族的发展出来的 俄国共产主义就是由斯拉夫民族的野蛮性的发展出来 唯物主义最初只是对这个西方文化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反感 这个 因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出现 才有所谓共产主义 但是共产主义的罪最重要 就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太偏黑 它抹杀了其他不同的文化 它没有一种宽宏涵涵的气量 视人如脈 结果就会变成一个极权的政治 共产主义的主张就是说财富的平均分配 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个文化问题 但是这种主张太过浅薄了 这个 这个 虽然它动机很好 但是这个动机 人人平等这个动机是有价值的 但是呢 它这个发展出来 结果就变成这个不平等 极权的政治 所以呢 我们面对共产主义文化 我们其实就应该要指出 俄国共产主义的野心 是有一种肃杀之气 就是我们说共产主义不能够只是说它是平等 我们一定要指出 其实这个共产主义里面有一种野心 有一种肃杀之气 这个 平等的观念就应该保存在我们人民思想里面 这个 但是一些不好的我们就要否定了 共产主义的那个 讲斗争 就会妨碍这个文化生活 这些是要否定的 它将人视为机器 视人的斗争为正常 这些都是要批判的 这个 不能够 文化不能够只得这个政治 不能够只得经济 文化应该除了政治经济之外 还有法律 体育 科学 哲学 艺术 文化等等不同 这个多元的文化 而且更加一定要有宗教 因为宗教精神才可以指导人生 宗教精神 就是承认人有罪 分担人的罪 对人类己 都有一种悲闻 有一个伟大的 一个广阔的心胸 所以一定要对野心家 加以情治 但是更加重要 更加根本的 就是这个宗教性的道德文化教育 我们要用感化的力量为主 为什么会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呢 就是因为他相信这个平等的观念 而不是相信共产主义的野心 但是人因为缺乏智慧 结果就被共产主义所质局 在这里来说 相当令人悲闻 所以我们今天身为中国人 而不能够保存中国文化精神 孔子的地位被马克思代替了 这个罪过 这个罪过 是我们自己的罪过 是中国人的罪过 所以我们都要分担这个罪过 我们都要化出一种悲闻的精神 这个人类的世界才能够免于浩劫 这些内容就是唐君记先生 在几十年前所说的 我们看回今天 现在慢慢少人说这个共产主义 但是这个由共产主义发展出来的 这种文化生活 人和人的斗争 人对人的否定 不同文化的一种否定 那种野心 仍然存在 所以唐先生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到今时今日都依然有效 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要想一下 如何重建 回到我们的宗教精神里面 提升人类的精神 才是对峙我们现代人的精神问题的一个方法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各位